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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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何總理 今天請命題來看 時事 時事發生的事情 就是女人的選擇 好可憐 來 婉玉哭了 你看 離婉玉哭中葉 很可憐 梨花帶淚 其實有點心疼 我真的覺得 人家就是勇敢的表達了愛 就是啊 但是有時候這種事情 就是一翻兩瞪眼 嚇到 歡迎我們的命理老師 來幫我們算一算 你跟你的那一個 到底要不要這樣子 把照片貼上去 好 首先來歡迎 黃悠甫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 許瑞光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 雙魚座的 張維忠老師 我已經出腫了 太可憐了 帶起來 開運是要付出代價的 OK 你眼睛怎麼啦 其實 其實老師應該 應該是被打的吧 不是 來 出直眉毛 OK 開運 開運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陳麗玲 加油 接下來歡迎李文王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盛美 我也是 對 但是雙魚蠻比較難搞 沒錯 對 畫的時候不清楚 婉玉大方承認愛 卻換來絕情的對待 最後劇情整個急轉直下 真的 不要再說了 人家一直問說 那到底這段時間有沒有 他那句話 我一直在等看電視播出 不然我最近是跟鬼睡 對不對 真的畫下了句點了嗎 因為我跟婉玉還蠻熟的 其實兩三年前 我私底下碰到李婉玉的時候 這個女生 我先形容她的個性 大家會覺得她好恰恰 是沒有錯 比較漢的模樣做 但是 她是直話直說 我覺得她就 她說謊呢 她倒不至於 她只有選擇說與不說而已 對 你很了解她 那兩三年前 在一個私下場合 她就跟我講說 她希望我多幫雲林的這個人 因為她要選 那我當時就會覺得說 你知道女人是這樣 當她愛上這個男人 她會全心全意的 什麼事情都以她為主 一定的 然後碰到朋友就會說 那個金純姐 篤玲哥 多幫幫她 她很好什麼 你就知道她真的是 愛得很深 那這一次 我是看到照片之後 我就打給她 我說 以我對她的了解 她是不需要去 爭風吃醋 或做什麼什麼 我認為她純粹 她有時候 她會覺得她PO這個只是一個 告訴大家我們在一起 那同時也幫這個男人 解決一些問題 這重點來了 因為女生有的時候 她會覺得 我這樣做是幫你 可是我們今天其實要聊的 不是政治問題 我們聊的是愛情問題 對 有些女生 這個話其實適用於很多上班族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是在幫我的男朋友解決問題 所以我PO了這個照片 或我做了這件事 可是有的時候 男人他卻不這樣認為 關鍵在於照片PO上去之後 這個男的就發一個聲明 說曾經交往過 那之後 你知道一周開那天出的 當天早上9點 我打給婉玉 我當時建議她說 我說身為媒體人 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說你真的 感情這種事情 不要女生一直在講 因為你講半天 男生如果都不出來 人家會覺得 你是不是自己 自己在單戀 還是你自己在談這個感情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不能單方面這樣 所以我強烈建議她 如果這個男生出來講一句話 事情就結束了啦 他說對對對 他有聽進去 他就打給這個男生 可是傍晚5點 我先收到那個聲明的時候 我當場看到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這個聲明對婉玉真的很傷 因為感情話下句點 我立刻打給婉玉 她的電話內容 不是應該這樣講 之前面是有一個節奏是說 他們兩個會一起出來 對 面對媒體 當時是我建議她的 對 那天中午就說 兩個人會一起面對媒體 我建議是這樣 要不然吵不停 你知道 就大家有各種想像空間 建議一起出來 那當然問題是男方 男方也有幕僚 會想說這樣 好 現在我話說回來 就是傍晚的時候 我收到了那個聲明 那收到聲明 我第一時間打給婉玉的時候 她就哭了 崩潰的哭 她畢竟是個政治人物 可是你在 你知道那個當下 她也覺得很難看 因為前面她都已經告訴大家 這男的對她有多好 在她生病住院的時候 都守在她旁邊 照顧她 即使很累了 她還是要來醫院看她 為了一個巧克力 用一個保麗籠盒裝起來 到山上的一個小木屋 你知道 談戀愛四年 點點滴滴 而且對婉玉來說 並不只四年 她是延續到現在 可是男的是覺得說 我們結束了 所以你知道這個東西 讓女的很難承受 一直到昨天 我們還在通電話說 婉玉都沒有辦法 走出這個情商 那一方面她是公眾人物 因為很多人會看笑話 是 她說你就是怎樣怎樣 有些人會酸民會講 她很介意 我說實在 我都跟她講 幹嘛看那些留言 她說我為什麼不看 我是公眾人物 我就是要看大家 對我的評價 可是看了她心理上 就很過不去 那她後來要告這個周刊那天 她的阿姨跟她的媽媽 有出來大家沒有發現 其實她的媽媽 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 你知道媽媽通常這樣 女兒在談戀愛的時候 媽媽都不過問 媽媽媽只要知道說 這男的還不錯 很多交往細節 媽媽是還追蹤這個女兒 可是發現說 怎麼女兒現在這樣的狀態 媽媽也又出面 媽媽後來有跟對方 也談了一下 那現在各位可能要問說 到底什麼狀態 應該就是上面寫的 感情是個句點 那怎麼樣讓這個傷害 減到最低 還有一件事情 是我們大家要討論 就是說男生覺得 我已經很明白跟你說 我們就是分了 可是婉玉說絕對沒有 我們一直很密切有在通電話 還有共同的一些選民服務在做 那這就是我們彼此認知的不同 我這幾天問了很多人 他們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有一款男生 你要他說分手 是大詞不可能說 像那個聲明裡面 也沒有分手這兩個字 他只有很完整說感情 你畫下去點 有一款男生就是 他一輩子都不會告訴你說 文婉我們分手了 不會 他甚至講感情畫下去點 他也不講 他就是覺得 為什麼昨天還跟我睡 為什麼我心情不好 你根本心裡要跟我分手 為什麼還跟我 借宿一宿嘛 吃得吃 那我們的感情真的畫下去點 而且男生最討厭 還會最近最流行 我們退回到朋友的階段 那請問朋友的尺度在哪 對啊 有嗎 對啊 沒有愛為什麼可以信呢 所以 所以就男生壞的地方 因為女生為愛而信嘛 那男生是下半身就禽獸嘛 沒有 我是講 我是講對感情的看法 一般男人 但是妹妹我幫你一下 那個雙芸男請注意 他剛剛講這段是講別人 不是講 對 我不是講 一般人 對 沒有我是講男女 男女之間交往 你說男生通常 分手也不講清楚 或分手講不出口 可是問題是 你講不出口就算 我們冷處理嘛 可能分開一段時間 不要那麼熱絡 你又沒有 三不五次來我這裡睡一下 來跟我鬥一下 溫一下 對啊 那女生到底 那感情還在嗎 男生都會說 女生的定義是不一樣 杜琳哥 男生都會說 我不想直接告訴妳 是怕傷害妳 我是有那麼脆弱嗎 你就直接講嘛 可是他用說 你不想 你不想直接告訴妳 是因為怕傷害妳 結果妳 糟糕天下用這樣聲明 就不是傷害嗎 那傷害更大吧 對 你知道女方婉玉就會覺得說 你知道這件事情 對她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大擊 當然啊 大擊 這已經不是傷害 是一個很大的大擊 而且她將來要面對很多的人 因為她是公眾人物 所以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一個功課啦 大家都要學啦 對很多人 就把這兩個人拉掉 就把這個事件 當成感情的客人 今天的重點 不是 今天的重點 不是在講她們兩位 不是 我們另一個節目 是在幫觀眾朋友合八字 是啊 她們兩位 因為女生是母羊 男生是雙 其實八字沒有絕對好壞 只有合朋友 因為玩這個母羊女生 個性是很重 但是你如果碰到對的人 這絕對是有幫夫玉 她曾經也交往過 男生是在一起八年 她們其實很好 對 你老朋友對的人 你從指揮斗書來看 女的如果是61年次 是五曲化妓 這個男的如果正巧 是58年次 五曲化妓 所以以指揮斗書來看的話 這個男是很疼這個女的 五曲妓妓就是 男的是帶財的妓 能夠幫你廣結善緣 增加財源 是關心她 滋潤她 愛她的 所以這個61年次的女孩子 她是五曲化妓 得到滋潤之後 覺得她是一棵大樹 她會愛不釋手 加上這個女的可能 已經40多歲了 她不再往年 以往的那個信心 女性的魅力有點銳減 是有不安全感 因為這樣交錯 但證明這個男的雙贏男 是非常愛她 對她非常好的 她是值得為她 那中間的石頭是什麼 那兩個人中間的石頭 講真話嗎 女人的自信心 除了年齡增長 其實她還是很美 但那個自信心 被男人看出來 沒有自信心的時候 就開始弱了 一直削減 一直縮 所以李婉玉要告訴自己 她還是很漂亮的 很多人在追 這時候男的就會回頭想 我不應該失去她 你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嗎 要點頭嗎 不是 整個就是雙贏男的解讀 對 那我個人是 對啊 有很多解讀 來 記者跟我馬上回來 他說得很清楚 我聽得說 好 來 看一下廣告的時間 比電視上播出的精采一萬倍 廣告講什麼 我們會在臉書上 對 剛剛有沒有直播出去 還得了 我 但是為你們 我們全部打馬賽克好不好 人家變音 這個事情 女生大方的公開認愛 就被男方打臉 您同情 沒有 我覺得 因為這一切的一切 都是從那張床照開始 可是我今天站在客觀的立場 如果今天是我們好了 不管是我現任的男友老公 或是前任的男友老公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突然就在她的個人網站上 這樣放一張這樣的照片 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接受吧 不管是男男女的對不對 那當然可能在男方來講 如果說這樣子的案例 我們不是針對個人 我們就針對這個案例來講 如果男方突然這樣的話 那她的認知裡面 又覺得說 我們不是早就分手了嗎 至於我們現在還有沒有聯絡 我們就是友誼交往 對 那在女方來講的話 她會覺得說 我們曾經深愛過 現在在她的認知裡 還是盡行事 而且如果說真的覺得說 有一些需要幫助 她覺得說她做一些動作 可以幫助到這個男的話 她覺得很開心 Why not 我們是真的有在一起過 但是我覺得 我們很多女生朋友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今天我的男朋友也好 我的老公也好 他需要幫助 我就跳下去熱心這樣去幫助他 可是對男生來講 他不見得需要 你看我們常常做死做活 做牛做馬做到後來 有些男人講說 我有叫你這樣做嗎 是你自己願意啊 是你願意自己拿錢給我 你自己願意花錢在我身上 這都是你心甘情願 我有叫你這樣做嗎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看一下 我覺得女生喔 真的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要想到 這真的是她需要的嗎 然後真的 你們還在這段的感情裡面嗎 不要一直沉浸在過去 哎唷 會有這種理智 這次就不是女生了啦 對啊 女生都嘛比較感性 可是我想跳脫這兩個人 因為這兩個人 怎麼樣不干我的事情 因為尤其他們會 我們聽文婉還合八字 沒有啦 因為他們中間 糾葛了太多的因素在裡面 所以不能用一般人的這個 就是價值觀或眼光來評斷 那我們就用單純的講 PO這個照片來講 其實我覺得 你覺得女生該不該PO 我老實說 PO這種一翻兩瞪眼 沒有如果 如果說我的認定就是說 我跟她交往四年了 那我也覺得很穩定 那突然有一天 我覺得 都不知道 哪一天神經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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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很多女生其實都這樣 談戀愛談半天 男生都一直沒有求婚 也沒有意思 最近電話簡訊也不回 回得不是那麼的平凡 沒有那麼積極 你想跟她問yes or no 也問不出來 所以不是想說 我丟一張照片去試試看 有沒有 對 那或者是說 我無意當中 我就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是戀愛的狀態 我感情狀態是穩定交往 然後呢 也想分享喜 分享喜訊嘛 或者那種喜悅 然後甚至呢 有意無意心裡面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 那心裡那個算盤怎麼打 你很清楚 我就是想讓那些有沒有 有的沒有要來沾一下 就篤琳哥講的 我讓你知道 我他是我的嘛 那我就說 要不要經過他同意 我為什麼要經過你同意 我如果跟他交往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啊 而且我是在我自己的臉書上面PO啊 我覺得那個不是很太大的罪惡耶 那如果說這個男生反應很大的話 我跟妳說老娘就覺得妳有鬼 我講對不對 妳就覺得這樣不好這樣太高調對不對 頂多講一句嘛 如果他是很大的那個情緒反應 那我真的可以斷定 妳一定外面有別人 妳怕我們的關係曝光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男生 就是這個事情讓我覺得 男生最大最殘忍的地方是什麼 他什麼整個交往過程中 他也不告訴妳說 就是模糊嘛 要分手不分手 好像在一起又不在一起 都模模糊糊不講清楚 我覺得最殘忍的是 他突然沒有預警跟妳講說 抱歉 我覺得男人當他慎重其事告訴妳說 對不起或者抱歉的時候 那是真的最殘酷的 那個真的 真的比那個千刀萬刮來得痛 因為他就等於說對不起 他也沒有得罪妳啊 他跟妳對不起 我不愛妳喔 我不能跟妳在一起了 我不能在一起了 對不起 我們關係到此為止 那個狠狠 所以就像李玲姐剛剛講的 我覺得女生真的不要一下子 一股腦 像最近我看到小燕姐 妳覺得女生到底要 要試這個狀況的時候 到底該PO不該PO 妳說要不要PO是不是 要是我啦 我會PO 不是 一PO就兩瞪眼 我也PO過啊 那就怎麼樣 對啊 妳PO 我也PO 我躺在床上 然後就是這樣子 就一張照片 他PO到臉書 我老公超生氣 因為他一看就知道 是宋瓦斯的拍的對不對 不是 他確定 他確定 我是可能在他旁邊拍的 為什麼照片看不到他 所以妳現在想要營造什麼氣氛 就是妳一個人在睡覺嗎 郭靜純 妳這個不是抱怨文 這就表示跟方很在乎 我要替雙雲男說幾句話 第一個他們兩個都沒有結婚 所以兩個男婚女愛是正常的 是 第二個這個一樣是曬恩愛 殷琦也曬恩愛被讚美 她曬恩愛卻被別人批評 那妳剛剛說得很對 難得的反應 舒淇 舒淇 舒淇曬恩愛也被人家讚美 對不對 說說說修正 舒淇也曬恩愛也被人家讚美 對不對 可以認同 這就是一個似水溫 那今天她 李婉玉本身愛了這麼多男孩子 每個都沒有結婚 她沒有介入別人的家庭跟感情 我覺得她愛其所愛是真女人的表現 當愛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也許她沒有安全感 或也許無法掌控對方 她PO這個照片出去也是在示愛 只是女的有女友情狼無異了 那並不能批評我覺得李婉玉 她也是很無辜 男的也沒結婚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慢慢祝福他們 給他們更多的期許這樣子 你看那個張克帆不是沒事就中一槍 有沒有張克帆有沒有 不是張克帆啊 還有那個 你現在又把她拉出來邊施一下 不是 因為我把她一元紀念會結婚 正好又中了 讓我炫耀一下好不好 剪掉剪掉 她這就是炫耀文啦 對 炫耀文 不好意思 好 好可愛 來 我們從星座的角度也來問一下 瑞光老師 老師在感情上遇到問題 她的態度馬上會大轉彎的男人 上身星座有誰 OK 看太陽星座 上身星座 跟金星星座 然後你要特別看火星星座 因為火星星座 它在你的星盤當中 它是象徵的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別人反對你的時候 你會怎麼反擊 你會不會保護你自己所愛 還是就隨便人家擺步了 OK 那現在我要從第三名開始來揭曉 太陽上身跟火星呢 如果特別是落在天秤座的男生 對 遇到問題就會轉彎 為什麼 來 天秤座 其實這三個星座 都是很興奮 就是很容易被別人影響的那種 來 天秤座的男生 同才壓力 拉開去 意思就是說 天秤座的男生 本來喜歡一個女生 他覺得不錯 但是你身邊的朋友說 這個 高興不好 然後呢 比方說 他之前都得罪誰誰誰 然後他還跟誰吵過架 然後我們都不喜歡他 然後他私底下跟我們相處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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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天秤座的男生 很容易受到他身邊的朋友影響 如果他身邊的朋友都不喜歡 他正在交往的這個女生的話 他也會覺得 嗯 別人都不喜歡 那他對他這個女生的評價 也會開始慢慢的分數 就會往下打 那到最後 如果說 這個天秤座的男生 交往的這個女生 跟他身邊的朋友 又處不好的話 那大概就很快就會退了 天秤座的男生 再來呢 第二名呢 如果太陽上升跟火星 是落在這個巨蟹座的男生 巨蟹座會有像 很多巨蟹座的男生 其實有一點點媽寶的氣質 很在乎媽媽的想法 爸爸的想法 那然後呢 兄弟姐妹的想法 所以呢 如果他交往的這個女生 不被他的家族所接受 就是他的家人 媽媽嫌說 這個女生怎樣怎樣 態度不好 不孝順 以後不可能做一個好媳婦 就是家人 如果不喜歡 家人反對的話 巨蟹座的男生 很可能就會放棄這個女生 因為巨蟹座 他希望說 他娶了一個女孩子 他是可以得到 爸爸媽媽祝福的 帶回家 然後當老婆的 然後可以舉家 可以全家和樂的 所以家人一旦反對 巨蟹座的男生 就很容易打退 OK 那如果太陽上升跟火星呢 落在我們詹老師的雙魚男 哪有 第一名 第一名 OK 來 雙魚男 他這個是比較容易 在感情當中遇到事情 就比較容易軟弱逃避的 我們出面的這種類型的 其實雙魚座的男生呢 他在交往的時候 他常常都會跟女生 開很多很多的支票 我是指特別是火星在雙魚的男生 開很多支票 然後喜歡這個浪漫的這種情境 但是你知道 雙魚座的男生 他其實最不會的就是面對 現實 殘酷的現實的問題 比方說 爸爸媽媽如果不喜歡這個女生 那跟他講說 你如果 跟他在一起 那你休想得到我的錢 你休想得到我的遺產 類似像這樣子 雙魚座的男生 一開始 不管講得再怎麼好聽 支票開得再怎麼多 他可能就會打退堂鼓 然後呢 這個女生大概連他人都找不到 所以雙魚座的男生 常常會因為旁邊的人 給予很大的壓力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然後會影響她的事業 然後形象不好 然後身邊的人 所有的人都勸你說 你不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雙魚座的確就很容易打退堂鼓 好 這樣喔 對 來 休息一下金融廣告 馬上回來 來 講到女生 勇敢追尋真愛 對 林姨姐 演藝圈也是很重要對不對 對 我今天要講這個女藝人 她真的是勇敢追尋真愛 可是有時候 你在愛的過程當中 你愛得太用力的時候 人家是會害怕的 是會 人家有壓力會嚇跑的 那這個女藝人呢 大概從小 因為她是可愛型的 不是漂亮型的 所以從小她就覺得 我好像不夠完美 不夠漂亮 所以她就非常勇於找尋 然後爭取 然後敢愛敢恨 因為她要得到這樣子的愛情 但她在念書時期 就很喜歡一個學長 然後她可以愛到什麼程度 每天學長上課的時候 她會跟著那個學長後面 默默地跟著她 然後她坐同一班公車 她也上同一班公車 製造不期而遇 然後這個學長 一剛開始看到 這個學妹每天都是同樣時間來 就覺得聊得很開心 開心之後 有時候就一起去吃吃飯 看個電影 但是真的就是同學 可是這個女生已經愛到 她就覺得說 這個學長應該也是很愛我 然後就開始 越來越激烈 就是表示說 我們以後可以有一些未來 那個學長就開始害怕了 就覺得說 我們年紀還小 我們只是學妹學長的關係 你長得這麼遠 然後就開始有一點點疏遠 她一開始壓力就來了 那開始就避不見面 就是我今天不走 不坐這班公車 我坐別的班公車 過早一點 就是刻意避開她 那這女藝人就知道說 原來你已經開始閉著我的手 竟然就到那個學長家門口 去站崗 站崗 站到人家出來 後來最後學長受不了 家長出來了 就跟這女藝人講說 拜託 真的 你們都還小 請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你再來的話 我就要去找你的父母親 去跟你們家人談這個事情了 這個女藝人才 從此心碎難過 然後轉校 因為她也不想再任學校 你轉校 她還沒有進眼圈 對 還在學生時期 對愛情就這麼執著 好了 進了演藝圈以後 開始 因為演藝圈朋友一起出去玩 她就看上另外一個男藝人 那男藝人 剛開始跟她交往的時候 因為她很可愛 也很活潑 也很會講笑話 男人跟她剛開始在一起 就覺得 滿有趣的 好像也沒什麼壓力 然後就跟她在一起 然後兩個進展到同居的階段 那同居以後 那當然就是感情很好的時候 你知道這男女在愛的時候 什麼問題都沒有 你每天打電話給我 你問我在哪裡 都是OK的 但是後來慢慢慢慢 這個男的呢 碰到另外一個條件 更好的女藝人的時候 就開始相卡打相作 那我到底要選擇A好呢 還是選擇B好呢 那個A對可愛 現在住在一起 但是久了 感覺好像也就這樣 沒有什麼新鮮感 但是這個B 哇 漂亮 身材火辣 那當然是艷麗型的 這不是這個A能夠相比的 所以呢她就 那這個A女呢 當然這個女藝人就覺得說 欸不對 她開始常常不回來 在那邊打電話call她 她都不回 也不接 在那邊接了一下很冷淡 因為這個男女不是天天住 就是一個禮拜 大概來個三天四天 其實她在她自己家裡住 這女藝人開始就覺得很難過 就跟她攤牌 這男藝人講說 對啦 我現在在考慮 對我跟她認識 但是我們只是在 我在選擇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這女藝人 後來就跟她 就把她叫起來 她說我想一想 這樣好了 我先拿刀 先死你 妳知道 我再自殺自己死了好了 再愛到這樣子 那這個男生 那就覺得好有壓力 好可怕 然後呢 這女生呢 就覺得說 你既然還跟別的女人在一起 然後這個男的更嚇得到 更是疏遠她 就真的跟那個女兒在一起了 那這女藝人受不了 一天讓妳寫簡訊給她 跟她講說 妳要記得我們曾經在一起 愛國的時光 我如果不小心走的話 我想不開的話 妳要怎麼樣 我什麼東西就留給妳 三不五時 就傳一些她要尋短的照片 燒炭的照片 然後我就拿刀子 要刮手的照片 那個男的怎麼受得了 嚇都嚇死了 我已經不愛妳了 然後妳還這樣 一直愛得這麼用力 不肯放手 拜託吧 然後用盡各種方法 這事情還繞得沸沸揚揚的 最後因為公眾的輿論 還有這個女藝人 可能還要繼續在演藝圈混下去 這個男的已經真的不堪其擾了 開氣著會講說 求求妳真的放過我吧 這個女藝人才慢慢罷手 好 這是第二段 愛得這麼用力 愛得這麼痛苦 妳看 弄到人家都怕死了 拿命來邀請人家 好了 那妳自然在這個情傷當中 都走不出去 好 又碰到了英格 然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那這個男的呢 其實長得非常的帥 舞跳得非常的好 也是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認識的 那她一開始就講說 我終於又有一個新的 我要趕快證明我存在的價值 因為前幾段都情傷嘛 馬上在她的臉書上 潑恩愛照 妳看我有男朋友了 多好 這男朋友好帥 好會跳舞喔 可是這個男的呢 也嚇到了 我跟妳才 剛剛開始萌芽 妳怎麼就這麼高調放閃 所以記者就來問這個男的 這男的馬上就在自己臉書上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她只是朋友關係 那這女的講說 朋友關係嗎 妳不是牛郎嗎 她竟然講說這個人是牛郎 那真的 對 對 沒有這個男的趕快解釋說 這個牛郎的意思是 因為我跟她認識這麼久 三年我們見不到幾次面 她說我們兩之間像牛郎之女的關係 對 但是呢 這個牛 但是 但是牛郎這兩個字 就讓這男的很困擾 也嚇到了 所以閃這女生也閃得好遠 這段戀情也無疾而終 所以這女生 我覺得她最大的問題是 每次她戀愛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投入 然後一廂情願的 不停地付出 付出 付出到後來這個男生 都覺得好有壓力害怕 然後動不動就威脅這樣子 我覺得女生真的不要這樣 所以說女藝人到現在感情還是空白 人家會害怕 害怕 而且前陣子 我遇到她第二段感情的那個 男藝人的媽媽 妳說跳舞的這個 沒有第二 那個男藝人的媽媽 她就跟我說她到現在還非常困擾 因為有很多人都問她說 妳兒子真的 到底有沒有跟那個女藝人分手 那個女生真的不行 就是大家就是 極力力去說不行不行 然後 後來這個男藝人的媽媽跟我講說 妳知道為什麼嗎 她說這個女藝人其實不是 是人家看不起她 是她很多的作為 會讓人家害怕 沒有 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怎麼會沒有 就是妳現在也是個公眾人物 妳要自己休養自己 據說她常在公眾的場合 就叼根煙 然後大聲小聲的 然後 現在 對 然後人家看 明明就是某某某 然後其實真的很有名 那妳怎麼不收斂一點 沒有耶 然後大聲小聲 然後大頭症什麼的 她說真的傷腦筋耶 真的還好沒有繼續 好 來 我們接下來請教詹老師 老師 妳幫我們算一下 哪些紫薇靈動術的女人 在感情的這一塊 還就是特別的執著 妳腦筋轉不過來 在紫薇斗術的世界裡面 談到感情兩個字 就會談到貪 狼 心 那扯到貪狼心的話 就有三個尾數 有的因為貪狼桃花帶來財富 有的帶來社會地位 有的帶來傷害 男女共用 那我們今天以女生為主 我們說這個尾數是七的 三七 四七 五七 六七 七七 八七年制的 西元尾數是八的 1968 1978 1988 1998的人 妳宿命永遠無法跳脫 貪狼化路 他可能跟著妳的田宅公 官路公流年 或是我們說十年大運 宿命無法跳脫 這個人格特性的一個 一個糾葛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妳因為談感情 帶來財富 所以我稱它為 愛其所愛 享受其中 桃花獲利 不愁吃穿 我舉兩個特殊的案例 男生也是一樣的用 像周杰倫 就是五十七年次的 他談這麼多戀愛 沒有人批評他 而且每一次都全身而退 得到掌聲 另外一個是 陳姓某女主持人 陳姓某女主持人 他歷經了很多政治人物的 男人的關愛 他本身也有能力 扶搖直上 事業如魚得水 主持節目也非常的得意 那就是尾數七的 叫七年次的 那不能講他的名字 但是讚美他 周杰倫可能不是五十七 可能是 他沒有那麼大 七十七 七十七 農曆的七十七 所以這是七 尾數七的是貪婪化路 要把握自己 在桃花當中綻放的魅力 桃花當中帶來的財富 因為桃花結婚愛情 使自己更加的成長期 這是對 那執著是對的 這個執著是對的 但也有執著帶來一些負面的 或是過於執著 我們是認為八的 3848 5868 78 8898 這個貪囊心畫拳 拳代表拳頭 也代表地位 也代表社會地位 也代表他的事業 掌握在其中 因為桃花掌握事業 因為掌握事業有桃花 這是因果果因的互動 所以有這樣尾數的人 我們稱它為在西元的話是 1969 1979 1989的西元尾數的 都是宿命的 愛恨分明 因為這東西是我的喔 這個愛是我的 不要跟我搶 搶的話你就倒霉了 對他所愛 一定是不會放手 而且也會盡他最大的責任 人家吃什麼啦 我開車載你啦 每天給你服侍得好好的 只要你尊重我 接受我這份真愛 我就OK了 是屬於愛情佔有欲很強的 也願意為愛付出的 我們稱它為佔有欲強 抓在手上打死不放 那我們剛剛說的 胡雲南也好 那個雙魚南也好 正好也是 類似這個尾數八的 他對每一段感情都很執著 也很付出 也因為異性的對他的支持 使他事業有加分 不能說他不對 我覺得是OK的 其次 其次就是尾數二的 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 好 貪狼心 宿命就是畫季 季代表 無名造頂 季代表阻礙 季代表挫折 季代表很多的缺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 有這個貪狼心畫季的人 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 西元尾數是三的 一九六三一九七三 一九八三一九九三的 宿命有這個困困困困 所以他相信對方為其負債 身心付出 無怨無悔 很多很多來找我算命的 都是尾數這個二的 貪狼心畫季 為男朋友負債 為老公下海 甚至於為感情自殺 甚至於女女受挫 這個是你宿命的痛 所以你稍微點到為止就好了 也許婚前會這樣子 但婚後可以做一個切割 會使你感情更安定 那麼你的執著所受傷的 凸凸到最低 謝謝老師的提醒 來 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好 嗨 來… 從命裡來看時是本週的新聞焦點 還有一位是好久不見的阿美姐 但是阿美姐說不要叫我阿美姐 叫我上流美 上流美 對不對 不管阿美姐現在怎樣 但是我們要正向的去看新聞 阿美姐這一生也很傳奇 是 說從小就家境很清寒很辛苦 立志要嫁有錢的老公 這一點我們就來看一下 她到底是怎麼樣可以嫁到有錢老公 為什麼我們觀眾朋友也想說 我也可以加有錢老公 只是我可以不要像她一樣 對不對 對 就整個過程 可是重點是 很多人也立志說我將來 有沒有 從小就寫作 我將來的願望是什麼 可是很多人是沒有達成的 大概八成九成沒有 可是我們阿美姐達成了 對 所以就是說 怎麼做到的 沒有 我先講 我覺得阿美姐 大家記不記得前陣子 她不是一生那個嗎 海青 然後非常的銷售 然後出來就說她從此就是說 再也不會這個在媒體上曝光 然後她要很專心的奧彌陶佛 可是不久前 可是還是每次我們都聽到 她替臨終一打之名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久前上個禮拜 她又出來了 然後這一次她是主動把記者找來 然後開了一個小型的說明會 我們不要講記者會 說明會 然後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有第一任的帳簿 你們記者 接到她的通告 大家是開心還是什麼 沒有 當然 就覺得一定會有東西 你知道我為什麼 大家都很願意去嘛 喔 來來來來 有東西可以寫啊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呢 你會發現說阿美姐呢 她的這個是她的行事作風 如果這樣的行事作風 換作是別的藝人 我跟你講早就被唾棄 不能讓人家覺得很討厭 就覺得你操作得很拙烈 你說我不要拙 我不要拙 結果我自己 把記者揪來有沒有 還來講說 我第一任丈夫 又講到第一任 這差不多是明告 講古啊 十五年以前的 合作 合作 因為講了八百次啊 然後你知道 我有一次我記得很妙 我跟她在友台錄完影 然後呢 阿美姐就非常行色 就是有一點緊張 然後說 阿美不知道有記者來嗎 有記者來嗎 我就叫她不要來啊 很煩就對了 因為被記者已經叨擾到不勝其煩 結果你知道 她講的這句話 下一句話是什麼 她就一打開那電視台的後門 打開就 其實她下一次在等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是她很可愛 很特別的一個形式作風 那想到阿美姐 導致我們說她勵志 從小勵志就是說 她要當有情人 而且她是 不只是有情人 她要擺 而且她要百億 這個數字她就覺得說 妳做夢還有門檻耶 她有 對啊 她有自己這樣子許過願望嗎 對喔 不是百萬富翁 不是七萬富翁 這其實就是成功學 那只是說 她怎麼樣一步一步走到 可是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妳要百億 為什麼妳要勵志 有這樣的志向 她說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她真的從小窮怕了 她太窮了 因為她發現沒有錢 就沒有存在感 沒有錢就沒有尊嚴 好 有幾個事情 為什麼她覺得這麼小 從這麼小就覺得 錢很重要 她說以前她的爸爸 她的爸爸是在動物園 全部妳跟他一起想的 那遊客啊 然後還拍個照啊 跟大象拍個照 跟猴子拍個照這樣 那有一次 然後她常常就會跟在爸爸身邊 然後陪著爸爸工作嘛 然後有一次她印象很深刻 不知道怎麼搞得 得罪了一個外國的外國人 一個外國的旅客 外國人當場斥責她爸爸 然後就罵得很兇 她真的看著她爸爸下跪跟那個外國人 外國人道歉 說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她心裡就覺得說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卑微 好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她很小 妳知道她阿美姐喔 她是個童工 她從小就到 為了要貼補家用 她去做那個手工 她就差一點點 她也是差一點點 那個大拇指都要被切掉 然後她這樣就算了 那已經負傷了 結果還曾經被工廠裡面的人 有來說 欸妳頭吃冰淇淋 她就 就是妳沒有錢妳窮人 要什麼不好的事情 就第一個懷疑妳 第三件事情 她說她那時候小學 她就覺得她好想吃一碗陽春麵喔 然後她喔 她說一碗陽春麵要五塊 可是她就要很努力的存存存 因為她那時候好像不知道多久 那個才有好像五毛錢的零用錢 所以她要存很久這樣 然後有一天她真的覺得說 她好想要真的要吃那一碗麵 她看到她同學在吃麵包 她想說這個同學應該有錢 她就跟同學講說 妳可以借我兩塊嗎 她同學喔 不但不借 還跟她講說 妳給我滾 窮鬼 所以妳看我剛剛講這些例子 就是她一直覺得說 我真的要有錢 我才有存在感 要有錢我才有尊嚴 所以呢 阿美姐就一直強調 所以她就立志要嫁給有錢 對 立志 她大概民國五十八年左右 她嫁給了一個婦商 第幾任 第一任 第一任 叫李文青 可是說第一任離婚之後 也才十萬的算有費 這個李文青 因為阿美姐她要強調 她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因為那時候這個婦商覺得 妳長得好像林青霞 長得好像王祖賢 她年輕的時候真的蠻美的 後來對 妳有看到她照片很美 很美 很美 然後就強迫 我發現很多這個年紀 這一輩的女生 一些阿姨姐姐 到這年紀還留直直的長頭髮 從小都是有人說 妳長得好像林青霞 所以她這一輩子都蠻美的 長得像王祖賢 請我年輕人 跟我去王祖賢 好 妳好 今天我長真的 同學你們可以留言 好 快一點 王祖賢不是王祖賢 家衛先 然後呢 後來呢 其實她這個老公 她是扮強迫 就有點被 就被侵犯之後 她就嫁給她 然後呢 跟她生了兩個小孩 OK 然後可是呢 兩年之後離婚 就像朵琳哥講 只有十萬塊的贊養費 可是老天爺很眷戀 眷顧她 對 妳說很多女人離婚 這就是超級沒有自信 可是她竟然離過一次婚 還可以嫁到第二個 更有錢怎麼回事 這個鄭其松很厲害 她25歲的時候遇到鄭其松 然後嫁給鄭其松 鄭其松對她呵護備致 最可怕的是 她怎麼遇到鄭其松 我跟你講 沒有啊 就是可能工作的時候 她是在燈店工作 對 在一家燈店工作 然後 然後那個鄭其松進來買燈 他們兩個就 電光火石 就一箭揍起來 對 然後建議一個鄭其松 就好像努力的追求她之後 她就嫁給她 而且我跟你講 白藝到手 沒有 重點是這個白藝怎麼來 這個鄭其松的家事 真的很可怕 因為他們家是在那個敵化街做 做生意做保持的那種 然後鄭其松的爸爸 其實跟陳茶萌是結伴兄弟 所以他們當年 他們就買了六棟的摩天樓 然後有三十間店面 然後很早鄭其松就到日本去製產了 所以阿美姐我記得她那時候啊 十幾年前 證鴻的時候 她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 真的把那個地氣全部攤出來 我真的親眼看過 好啦 所以呢 這個老公 第二任老公 讓她得到了百億 就是她從小立志的 我要當百億富翁做到 可是後面就不要講 第三任 第四任 第五任 那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可是她真的達到她的夢想了 是 可是大家想說 有一段時間阿美姐 不都不出來上通告嗎 突然不見了 對 其實我覺得她錢對她來講 已經不重要 她真是真金翔乃有情郎 對 那其實為什麼她不出來通告 是因為林中醫 因為那時候林中醫 不是跟她分分合合好幾次 那阿美姐不常在電視上講他們嗎 因為林中醫後來跟她講說 好 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你不要再上節目了 因為你在上節目再一直講話 我很難再跟你相處下去 真的因為林中醫這句話 許淳美再也不上通告 就好好的跟林中醫過日子 那後來林中醫不是說跟她分手嗎 又去做按摩業嗎 所以許淳美現在才開始又出來 就出來開氣死人會說明會之類的 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還是渴望得到真愛 好 來 由傅老師也幫我們分析 什麼樣手面向的女人 她其實不管自己的條件怎麼樣 她終究到最後都可以嫁到自己 原來設定的這樣子的對象 阿佐很簡單 妳長得像林青霞妳就有機會 對 我也嘛 還是很多漂亮人也不漂亮名 還是像王子賢這樣 妳也有機會 我曾經問過一個嫁入豪門的好朋友 高韋如 她那時候不是嫁老虎牙子 也是有錢人 我說為什麼妳可以 她說其實她覺得看這麼多 就是命 妳就是有這個命 妳沒有這個命 什麼球都沒有用 命 老師 公有命 老師 我就想說設定的目標 突然設定目標 首先外表應該不能太差 能夠高 能夠帥 但是最重點是要付 就是說要錢財事業 或者她的工作也好 或者她的各方面的條件 這樣的設定的目標 她能夠駕到的 我把它整理起來 做了四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 達成目標的指數 百分之六十的 不過我先講一下 我提出這些 跟那個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上流美阿美姐無關 是 我覺得她講的這麼多 好像都是她自己吹噓的 另外妳看 如果她真的能夠到達的話 第三個為什麼得不到 第四個第五個 得了沒有多久 我們馬上又分 所以事實上 她應該還沒有到這邊 要駕到 駕到還要擁有 你看她的三四五 根本哪裡有擁有 並沒有擁有 所以應該還沒有到 我這麼好的目標 老師妳現在講這個 比她更好 對啊 才真的能夠大 能夠加一般 就所謂的駕入豪門 這才是真的 得到豪門 然後得到老公的疼愛 然後能夠 既然到駕到 就表示能夠長久的在一起 才可以 這意思是說 這個是能夠駕到 而且能夠守住他 對不對 來 好 第一項 這個六十的 表示說已經還不錯的了 應該就是 我們看我們的鼻樑 鼻樑高而不屑 就是說鼻子還滿甜 因為鼻子就代表他的毅力 他自己的那個堅持到底 我一定要到達 那甚至他設定好的目標 往這目標走 那這一個呢有點危險 為什麼我們只有給他六十呢 就是說他因為設定目標太高 或者標準太高 常常得不到 或者有得到 要小心你自己的態度 因為你還是鼻子太挺的話 表示他的氣勢很旺 做事情實在有時候會壓 那個會壓倒他的老公 老公會怕的 好 這是第一項 鼻子挺的話滿多嘛 我們現在目前看 像楊錦華啦 隨堂 他們都是鼻子滿挺的 他們就有機會到達 有機會得到 好 第二項 我是用手項來看 手項來看 達到目標的機率有百分之七十的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如意郎君線 所以啦 這條線不是一條線 是兩條線同時成立 第一個成功線很清楚 第二 他的命運線 命運線就是這一個 是從這一邊 這邊我們稱為叫太陰丘 從太陰丘這樣斜斜的上來 要兩條線同時成立 叫做如意郎君線 就是說他能夠得到 不是只是幻想我要得到 而是事實上能夠得到 因為如果這兩條同時成立的話 表示他能夠成功 而且他本身的個性滿溫柔的 體貼的 跟男性之間滿很恩愛的 就是能夠很成功幸福的 叫做如意郎君線 好 再去我們看一下 下面這個80% 越來越高的 就是這個女孩子的長相 眼睛要細長 眼睛大的只是浪漫 而且是有點虛無飄渺的浪漫 要很確實的 眼睛細長的話 他就很冷靜 他要挑的過程 這是好的還是壞的 他看得非常的清楚 不會純粹 我說我喜歡 對方很帥 不是只有這樣 他要真正的他的目標 是好的目標 就是剛剛講的 他要在錢財家事方面 也注意到的 眼睛細長 好 最後把它列到最高分的 就是我們通常 架入豪門的女生 你注意看一下 應該會有這個特色 就是天昌開闊 天昌就是夫妻宮 夫妻宮這個地方 不要逼在一起 憋在一起 那這一段如果太近的話 通常婚姻的話 不是婚姻不好 就是他的老公 條件也不怎麼樣 一定要這邊開闊的人 他條件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地方表示他頭腦很清楚 很清晰 不會被迷惑 不會只是花言喬為迷惑 而是能很清楚的分析 這個男人確實是可以的 是好的 所以他得到的機率最高 可以到90 那我再講一下 我們設定目標能夠到達 他不是一個幻想 不是一個夢想 我要我要 他要確實 我們講命運要自己掌握 所以我這邊加上兩條 就是說你確實要自己掌握 你的命運 女孩子呢 我這裡寫到 嫁到如意郎君的大法 我吃過這個 大法各位 不要相信這麼什麼大法 不是做法 其實很簡單的小法 只是說你要注意做得到 就是大法 你做不到就是騙人的了 騙人的江湖朗中 來 我們來看看 好 這個大法的第一項 女孩子你注意一下 嫁入豪門的 第一個 平時就是包括你不講話的時候 或者睡覺的時候 你說能夠做得到 舌頂上顎 舌頭要頂得上顎 睡覺有人就是做得到 整個晚上就是這樣睡 你有時候可能 對 有沒有 有人考慮一下看有沒有 然後 睡覺是讓我們看到他睡覺都會這樣 對 然後口角上揚 我們想想 女孩子口角上揚 他是很能夠吸引女孩 吸引異性 吸引男人的 但是吸引男人 萬一吸引得壞了怎麼辦 這時候就是講到前面這一項來 在我們人 在我們這個是道家 在練習 一般人都知道的 從這個下嘴巴下面叫做任脈 這上面叫做督脈 你舌頂上顎的話 是任脈督脈打通的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任脈跟督脈 我們講打通任督二脈 打通任督二脈 打通任督二脈 前面你頭腦清楚 這個男人是好男人還是壞男人 不是說來的都是好 我吸引很高興 吸引的都是爛咖也沒有用 所以一定要同時 要這樣做得到的話 你第一項到了 好 我們吸引男人 用嘴巴 用口角吸引的話 最重要要放電 好 所以下面這一項就是放電 你放的電要真電 不要假電 什麼叫真電不要假電呢 就是說你平時要維持你的靈魂之瘡 要非常的清澈清楚 不要纏到紅絲 纏到紅絲就變假電了啦 來的都是爛咖 都是倉硬的東西 那你要清澈的話 吸引過來的 放電 放出來得到的 就是真的真命天子是好的 那要怎麼能夠維持呢 我想大家知道 你生活要正常嘛 不要常常酒啦 賭啦 早睡早起啦 這些的話 你就可以維持你的靈魂之瘡清澈 這時候你得到的機率會大大的增加 這兩項不是什麼大法 也不會說很難 平常的生活中就可以做得到 哦 不道理 謝謝老師的提醒 來廣告之後告訴你 什麼新作女人挑男人的眼光 特別好 嘿 來 聖梅你也訪問過 接觸過這麼多的人 是 你也看過很多人想要 這個為了得到榮華富貴的生活 用了很多手段薄上位的女生 這故事我最近去上海 然後有個上海的富商他告訴我的 所以這是非常離奇的故事 因為跟我們想像的這個女生的形象完全不同 我先來講 這故事是一個很有錢的富商 他想要娶太太 就是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那他喜歡女明星 所以我先講就是這個富商 是透過我們圈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經紀人 他認識了一個A女星 A女星呢長得非常美 眼睛也很大 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好 這個富商 一看到這個女星就你知道驚為天人 因為之前都是在電視上電影裡面看到 開始交往 偏偏這個女星有嚴重的公主病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個女星家境還不錯 這個富商就有一點伺候不了 那伺候不了的狀況之下沒有關係 因為富商很大方 大家都知道即使不結婚 玩在一塊也不錯 那這個A女星很妙 她把她姐妹套B女星找來 那B女星呢是一個比較唯利仕途的女生 就是眼睛會雷達都只盯著上百億身價的人 所以這個B女星來之後呢 她就用了一些手段把A女星趕走 怎麼趕走呢 比方說這個富豪她要出國 她就會希望說A女星 有時候富豪沒有時間約會嘛 就說你要不要跟我去 你可以去玩 晚上一起吃飯什麼的 那A就覺得說不要 我為什麼要等你 你要開會什麼 可是這件事情呢 A就會告訴姐妹套說她有約我 你知道這個B女星就有點手段了 她就不告訴A女星 可是這個B就會自己去跟富豪說 那我也有空 而且她說 剛好那個時間我也在那裡 欸 喔 富豪就挺開心的 就帶了她去 就帶了她去 感覺上她們就要結成婚了嘛 這個B女星有點吃快弄破 哇 就有一次就是在你知道 就是約會之後 就會跟這個富豪講說 嗯 我都跟你這一段時間啦 你是不是那個股票也該送我一些啦 你知道富豪通常 富豪給什麼都可以 給包給鑽石 他聽到這個東西他很敏感 妳就聽到什麼都很敏感 股票 他跟他要股票 那跟他要股票意思是說 你是 你是 你要的不是只有包 鑽石或者什麼了 你要的是很多很多很多了 喔 所以這個富豪就跟他就慢慢就切割 可是富豪還是想要結婚怎麼辦 這時候 這個富豪愛上了C女星 因為他們在某個場合一起遇到吃飯 富豪就覺得這個C女星很好 好啦 這C女星呢 是一個根本就不理富豪的人 他想要追他追不到 那你知道又來了 當C女星呢 本來有一個公開場合 要跟A 跟這個富豪一起出席嘛 C沒有空 C就說這樣啦 我有一個姐妹 她是D 她介紹到D了 D沒有任何名氣 她陪你去 各位 你們前面ABC都被她打敗了 你知道D女 都被D D來了之後 然後她來之後呢 你知道就是很乖 很客氣 做什麼事情都伺候得好好的 任何時間有空有空有空 那後來這個富豪有一次就說 她要去哪裡開會 之前都被A女星打槍 D就說 當然有空啦 能夠跟董事長一起出國 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榮幸了 就跟著去了 那去的時候呢 你知道董事長就說 那個某某某 我要開會 你去買個包 那個我的秘書陪你去 想買什麼買什麼 當然啦對不對 你知道第一說什麼 董事長 我不用那個名牌包 我都用環保袋 不用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我都是環保 你看 特別的包 走文青路線 然後 董事長一聽 一聽 但是她說這樣我在開會 你也很無聊 這個不是 那那個呂秘書 你還是帶她去逛逛 去逛逛 也有文創產品去 董事長一開會了 錢巧才走 她立刻跟那個呂秘書 剛剛那個精品店我看好了 那個C排的 這個這個這個 她到C排去挑了10個包 好 懂嗎 挑完回來之後 董事長當然會問 她就說 是這樣啦 她說那個秘書說要逛 所以我就陪她去 那其實都是秘書買的啦 好 這是第一件 10個包先拿回來 拿回來之後不得了了 你知道嗎 董事長出國 前面ABC三個都沒有人知道 很奇怪喔 他們那次出國 那個地方 照理說沒有狗仔 回來人家狗仔 就立刻公開說 某某富豪跟某某女性 在哪裡出遊 然後這女性多厲害 第一時間出來開記者會 對 我們是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我覺得好開心喔 你知道嗎 那個富豪想說 我有說要娶你嗎 你也不是我女朋友啊 可是你知道 對男人來說沒差 對不對 娶你也沒差 娶嘛 就娶了 真的娶了 娶之前還跟她講的時候 哎呀 就對外就會有一個故事啦 說啊怎樣怎樣怎樣 娶之前你知道嗎 我們這位第一女性就跟董事長 董事長要結婚我 當然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啊 董事長說是怎樣 你又有男朋友嗎 不是啊 我卡在欠了三百萬啊 董事長說三百萬 我以為三億呢 那個某某某去幫她還 她其實不是你們想像這樣 她從頭到尾就是個拜金女 她如果沒有遇到這個人 她人生就完蛋了 因為她什麼都沒有 翻轉 翻轉 她一直在等說 有誰能夠救她還那筆錢 三百 然後你知道 接下來就不用講了 她命好到不得了 然後告訴我的人 是這個董事長的朋友 就說拜託 她不是你們想像中那個 你知道吧 好 好 對啊 真的 手段真好 好好聽喔 你搞成怎樣啦 心情我會馬上回來 好的來 每個小姐好好的算一下自己的靈動素 這一題滿重要的 詹老師就來跟大家說 天生就是能過 好日子的女人 有在接 貴婦命喔 很多人跟我說 怎麼樣能叫貴婦喔 一個就是 父母疼 老公愛 那什麼叫貴婦呢 在斗數裡頭叫做 化露 露代表錢財的意思 所以把這個切割 就很清楚了 父代表太陽 母代表太陰 那天龍代表享受 把這個切開來 就知道如何變成貴婦的命 我們說 3949 59 79 89 99年次的 一定有一個很明亮的太陽 照耀它的一輩子 包括政治人物 都是政治世家 所以家裡面財富傳承 那麼因為太陽新化路 代表家境富裕 靠霸一族 懷憂世界 旅遊享受 有霸能靠 直居靠 末代不霸空靠腰 不甘霸呢 不甘霸算嗎 也算 這種就是長輩員 父母員特別好的 一定要把握 那麼就能夠 事業財富扶搖之上 好 其次就是 你剛剛說的一個重點 現在很多的富豪喜歡 會畫畫 會跳舞 會有特殊才華 古董鑑定的女人 這種我們稱為 古董鑑定 對啊 現在 老公的富豪 他們現在喜歡女孩子 不是那種才會漂亮的 要有文藝詞 要有特殊才藝 要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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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特殊才華 他們覺得才藝 要練 為什麼不講拉小提琴 長提 對不起 比錯了好不好 對 那重點是在於 這種特殊才華 我們稱它為 天童 天童的童 代表兒童的意思 代表享福的意思 因為能夠享受 耳福 眼福 口福的女人 也因為這樣子 能夠變得天生過得好力 所以我們說 354555657585年次的女人 一定在享福當中 賤賞古董當中 欣賞音樂當中 或美食當中 旅遊當中 去得到她的真愛 我們稱她為 口福眼福享受其中 吃喝玩樂 永遠快樂 如果 我們認識一個5555的女生 她是對古董那些沒興趣 但是她很愛看老片 就一樣是老東西有沒有 但是她很欣賞 她也很文青 對 如果再加碼的話 因為天童的童科 兒童的童 發音一樣 所以跟這個有錢人 愛她的老公 再加碼生兩個小孩 快樂 還得了 還得了 五指登科 承攀膝下 那就是永遠的貴婦了 這個交代方法 其次就是 有的人也許家境不是很好 家裡不是很富裕 但她還是過得很好 我們稱她為 364656667686年次的人 也就是西元尾數期的 1967 1987 1977 1997的意思 她最大的問題是 太一心化露 太就是媽寶 或媽媽很疼愛 或阿嬤 或媽媽給她很多土地 她一輩子那個走 她的土地 在鄉下走過來 有土 有土 有錢 土地為母 有土 有財 所以一定會 過得很好 天生是好命的 所以母之嬌子 住好吃好 汽車洋房 不只一方 所以吃喝享受不盡 有人疼有人愛 那個人奇怪的 過得非常非常好 都是命 都是命 好 來 從星座的角度 東方老師跟我們分析 哪些女人挑男人的眼光 特別好 很精準 真的都是命嗎 來 這一題我們來看女人 挑男人的眼光 不看太陽 不看上身 只看水星跟金星 是喔 來來來 你們自己認識一下 自己的水星 你知道我們三個是有名的家園嗎 水星 巨蟹 金星 雙子 然後吳婉 水星 處女 金星 天平 盛美 水星 母羊 金星 雙羽 我們來看 這三個厲害了 好好的學 來 第三名呢 他都在巨蟹座的女生 好準喔 巨蟹座的女生喔 好準喔 他厲害是厲害 在哪裡來 他很渴望婚姻喔 而且呢 他的家人會一起幫他做生家調查 對 OK 因為你知道巨蟹座喔 的爸爸媽媽喔 他其實呢 就是 在女兒要嫁出去的時候 非常保護女兒喔 要做生家調查 欸 這個男生 比方說做什麼工作 有沒有婚姻 之前有沒有結過婚 他爸爸做什麼的 媽媽做什麼的 家裡幾個兄弟姐妹 家裡都是做什麼的 所以呢 這個巨蟹座的女生 當他要挑對象的時候呢 他家裡的人啊 包括他自己啊 爸媽媽都會教他啦 這個生家調查喔 你都要做齊全啦 不要說談戀愛的時候 只看到這個男的 你要一定要去人家家裡吃吃飯啊 看看他那個媽媽長什麼樣子 爸爸長什麼樣子 相處起來感覺怎麼樣啊 所以通常 如果你去了男生的家裡 看過了對方的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確定他們家裡 都是屬於這種 比較小康的 然後比較穩定的 沒什麼大問題的 通常你嫁過去 問題就不會太多啦 對不對 我女兒金星巨蟹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從六歲就開始教育 所以有很多 嫁過去之後突然間疊破眼鏡的 就是因為你要嫁之前 你都魔咒身家調查 OK 再來第二名 水星跟金星如果落在獅子的 這一型我把它放在這裡 是因為他挑到的對象 大家都喜歡 但是不一定好 來萬中選一 要財貌雙全 其實獅子座的女生 她其實就是很經典的 這個是外貌協會 她在挑男生的時候 除了要長得帥喔 然後條件好喔 身高高喔 皮膚白 重點是要有才華 就是獅子座挑的男生呢 通常是這一群男生當中 看起來最亮眼的那一個 就是感覺起來最有出息的 最出色的那一個 所以獅子座的女生呢 只要你不要那麼的外貌協會 但是你多多注重對方的才華 獅子座女生眼光是不錯 她通常都會挑到那種 以後會成氣的那種 就是年輕的時候就展現頭角 口才特別好的在那裡 那再來第一名呢 如果水星跟金星是落在金牛的 金牛的女生呢 OK 演嗎 OK 精挑細選 確認條件 我跟你講所有的星座 最好是都是要帥的啦 溫柔的 體貼的啦 但是金牛座的女生 爸爸媽媽從小就教育 故意就好 然後人品好就好 所以金牛座的女生 她有一個敏感度 你們家住哪裡啊 只要她弟子一說北市或新北市 地址只要一說出來 我們家住敦化南路 像比方說篤林哥住在那一區 我們家住忠孝東路三段 我們家住敦化南路幾段幾項 大概那個地方 金牛座這個馬上登登就知道 原來這個條件是不錯的 是是是 所以這個金牛座大概比較在意的 就是對方經濟狀況啊條件啊 個性勾引 真的可以相處就好 是 所以都會挑到好對象 好 謝謝老師 來廣告之後馬上進行我們的 測製占卜 大家來 happy一下 來 由副老師幫我們做測製的占卜 我們在未來一個月呢 我在哪方面的運勢是最歡樂 耶 今天我們主題是女人的選擇嘛 所以我們題目就 這個字面就是選擇 選擇正確 我們四個字面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和觀眾朋友 請你來看一看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方面運勢最歡樂喔 好 林姨姐 擇 擇 正 那我就 那簡單一點 我選那個石頭好了 雀 雀 我也選雀 真的嗎 感覺怪怪的 我選選好了 選好了 真是很難猜 兩位天王跟天后 你要哪個 我雀 小和你選什麼 正好了 同樣的位置我選 折 折 好 都選好了 四個字多有人選喔 好恐怖喔 觀眾朋友是你們選好了 我們現在來開獎喔 我們從前面第一個選擇開始 選是詹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這個選的話 我們看一下你在哪方面最歡樂呢 是美食家鑽 人際亨通 有的好吃的 你人際有打開了 所以是在哪方面最歡樂呢 是人際關係 朋友啦 同事們的相處最歡樂 八十分 開心耶 有吃有喝 有開運了 有開運了 好 我現在跳到最後面一個雀好了 雀是瑞光老師跟靜淳 還有聖梅學的 對 好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這個雀的話 答案是 當然是工作方面啦 工作方面也是最歡樂 九十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 往中間來看喔 正 正是文婉選的 觀眾朋友也是這個正的話 答案是 工作困擾 小人不值 怎麼講 要簽抱歉嗎 一個月 你看這個字 這個是不的開始 是值的結果嘛 不值不值 然後這邊又是工作啊 所以抱歉啦 只有三十分 OK 一個月就一個月 還好 最後面是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摺的話 答案是 抱錢住庫 當然是 錢財的院士最歡樂 一百分 好 最後請教三位 這個圈內有哪位女明星 交往的對象都不OK 都一直鬼遮掩 實在也很替她擔心的 我要講的這個女明星 她是國際紅心 但是她每次交往的對象 談過很多次戀愛 沒有一次是OK的 為什麼 因為她不是 因為她自己很會賺錢 她不在乎你的錢多少 她只在乎有沒有感覺 然後你有沒有才華 她不是錢財財 她是人才的財 她很注重你有沒有才華 所以有才華的行業很多 有工程師 有電影導演 有什麼 每一次交往 每一次都不歡而散 因為不是被騙錢 就是大家跟她交往之後 就把她甩了 所以她到現在 每次交往對象 沒有一次是OK的 所以甚至是 有老婆的她也交往 因為她很欣賞對方的才華 那當然也不可能有結果 所以到現在 她常常被拍到 什麼瘦得像跟火柴棒一樣 就是每次都鬼遮掩 沒有碰到好的對象 所以掃人真的很重要 這個女藝人 其實她身材非常的火辣 非常的漂亮 那其實她的感情很妙是 我們前陣子才知道 就是說她結束了一段感情 然後後來又開始了一段感情 現在又結束了另外一段感情 那大家會講說 為什麼條件這麼好對不對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在於就是說 太重視什麼 剎那間的感覺 可能就是她比較外貌協會 不是長得很壯的 就長得很帥 然後甚至 據我了解 她自己也不定性 男生可能就不是很穩定的 可是她自己很容易朝三暮四 我跟妳講 瞬間來電的感覺 所以她讓男生常會覺得說 你好像不只我一個人 你好像有別人 所以就變成常產生疊對疊 到最後就是說 就不要在一起了 或者是說男生就會說 那妳這樣隨性揚花 我自己再去找別人 所以現在的狀態就是說 不是很好 就是一團迷霧 現在 我要講一個氛圍就是說 越有名的人 越容易被騙 我要講的是 不是女藝人 是一個名女人 很有錢 她的第一任的 大家知道這個男朋友 是世家子弟 可是劈腿 第二任就更妙了 是個騙子 而且國際公認的騙子 狠狠地騙了很多的人 我們圈內有大哥 主持大哥 就已經被那個騙子騙 他竟然還跟對方談戀愛 你會覺得 你是怎麼回事 好 現在到了這第三任 更糟糕了 是個劈腿的冠犯 一次可以劈好幾個 最後劈到他 我就不知道說 你知道有些人 條件好得不得了 他卻是爛咖的 你知道 七層姐 七層姐 對 是怎麼回事 來來 觀眾朋友一定在感情上 或者各方面有很多的問題 想要請教我們的命理老師 我們命運好好玩的粉絲團 六月份要在台中辦一個 開運講座 想要參加的朋友 想要開運的快點報名 想請請上我們的粉絲團 或者APP來查詢 好 等你喔 來 來 看怎麼樣 趕快啦 手機拿起來 OK… 手機上載我們的APP 就可以同步跟我們拿這個 心盤跟命盤 一起來算命喔 到時候帶著心盤命盤 跟老師去見面會 可以 來 謝謝老師 謝謝三位阿姐 謝謝老師 也感謝您的分享 別忘了下次同一天 請整個收看 秘密好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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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